康瑞台风搅局台铁部分路段 也出现了土石流 电力设备受损的情况 造成了交通大打劫 暗夜中突然冒出一阵橘黄色火光 爆炸声响吓坏附近居民 烧起来了 有下满车 连续的剧烈声响发生在31号晚间 台铁欺读到戏指尖 因为路数不敌台风侵袭而倒塌 压到电车线导致火光事件 惊悚画面也出现在台铁崇德路段 后方山壁大量土石泥流不断冲刷下来 直接把铁轨淹没 酿成交通大打劫 飞机是什么时候的 明天啊 一定要回台北 旅店那个就不出来吧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你现在stark在了 哪都去不了了 昨天根本就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所以就是也还一定要赶回去 但是会过来过来看看 有没有办法从门回 大批旅客一早急爆花东火车站 因为周五不少县市恢复正常上班上课 台铁北回线花东线等多个路段 却因为土石流电力设备受损 无法通车 镜头在直击到花东线 玉里到东里段工程维修车 检查电力耗制时 沿路全市掉落物 台铁人员全力抢修 另一方面在花莲到瑞瑞间 也启动公路客运接驳 航港局更协调凯旋三号客轮 在周六载运旅客 提前抢通的北回线 在1号下午4点30分 从花莲开出 北上网树林的首班列车 不少民众抢搭成功 归心事件 有没有很高兴 可以搭这班列车回台北 终于啦 很高兴 等很久了 等多久了 我早上等到现在 康瑞台风打乱交通 民众一度因为火车误点 甚至没车可搭 也让心情大打折扣 记者综合报道